在台南关田设子里路口 出现这块看板 我跟你讲 那是男生的女人 那是女男生 以前是讲说看到她说 以为她是女生 然后我现在讲说她是男生 《乡间小路》出现清凉看板 乍看下有些突兀 这其实是南一大学生吴宗黛的作品 她的创作背后有什么动机呢 跟着P-Shop新闻实验室一起了解 看板主角是就读南一大造型艺术研究所的吴宗黛 2月3日这天是拆除作品的日子 我们跟着她来到现场记录 应该是12月16就放在这里的 然后原本是打算放到3月底的样子 但是其实当天就被检举 刚放上去还没有做一种 就是理念或解释的时候 大家都很明确就会觉得说 她是一个女生 然后就会觉得说就是 叫什么防害风化罪的样子 嗯嗯嗯 吴宗黛说当天挂上不到半小时 就遭到过路人检举 不过居民对于看板接受度 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会预期说当地居民因为是传统的村落 那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图像的发生 但是意外的是 因为他们跟南一大的学生交流 其实一直以来都算蛮融洽的 所以他们非常能容许这种艺术创作 或者是他们甚至把它作为一种艺术 来去想象它 而不会把它视为一种是色情图像 这样你漂亮的这把图 怎么会有人想要检举呢 他真的不懂艺术诶这样子讲 这的图像应该 他本来是看到没人这样的 就来看他的感应 各位皇亲大家好 我是这三个礼拜 在小主编头前 开闭入抗拌的内地道 是同样的 看板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关注 在网络上的讨论更是热烈 谈起创作动机 武宗带说这是源于一张被脸书ban掉的裸胸罩 最开始的话就是 是因为自己在网络上面发自己的 觉得好像不错的上半身裸图 对然后结果就被脸书ban掉 然后内容的话当然就是不外乎的叫做性暴露 我把特刻意的露出半身如头的这个图像 放到一个现实世界看看它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藉由AI的审查和人类视觉的明视审查来看 他们会有怎样不一样的方式去对付它 因为外表太像女生 即便吴宗带的生理性别是男性 还是被系统判定为性暴露 如果把社群平台社群媒体作为一种机构的话 就只是他们的规则会显得不那么的人吧 如果我们把脸书组刻薄作为一种美术馆来看的话 那它就是不允许这类的艺术品存在 但是我们在看这些贝贝勒的作品 他们其实有一些是有机会可以进到美术馆里面的 在网路上被审查机制阻挡的图像 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一样会被贝勒呢 它是说设有违反建筑法及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 它比较像是说被否定的叫做贴文的格式错误 对而不是贴文的内容错误这件事情 所谓的AI的ban和现实世界的ban 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AI的ban你完全不会知道任何的原因 你就被ban掉了 它只会给你一个很笼统的通用的一些智慧跟你说 你犯了怎样的东西 然后你连申诉的资讯你完全是不透明 不能得知说到以后是发生这样的事 目的性的话的确它没有任何的目的性 它是作为一种骚扰吗 我在骚扰现实世界的感觉 大家看到之后会透过没有目的性而感到焦虑 而开始试图去合理化我的作品这件事情 这么美的图像它竟然是不合法的 就是大家会感到不舒服啊 一开始看到不舒服 怪怪的会有焦虑感 那也就是被骚扰到了 对